屏洞市复兴国小二胡社 十多名团员才上了三次课 已经能演奏儿歌相当不简单 学校这学期成立二胡社团 有五年级学生曾品瑞的阿公曾凤中免费指导 大多数的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接触国乐 虽然觉得有点难 不过他们都乐于挑战 在家里阿公我教你二胡 以后要当那个音乐家 还不错就很新鲜 怎么说 有没有去尝试过这个试团 第一次看他很新奇 很想来学学看 你知道我觉得怎样 很好玩 觉得有点难 然后就是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然后要练到费 然后拉在一起拉 因为老师有跟我们看那个影片 拉出来的声音就听起来很美丽 所以我想参加 校长陈秋荣表示 曾凤中是新生社区声乐团团员 常参加庙会表演 认为学音乐能让孩子稳定情绪 希望能在学校推广二胡 还协助酬金费买乐器供学生使用 非常热心 阿公在社区指导二胡 他对国乐很热衷 然后他就想说到学校来指导自己的孙子 还有孙子的同学 然后在国小成立一个圣乐团 那可以结合社区 跟社区的阿公阿嬷有机会一起去联合表演 那又可以宣扬国乐 这是我们的国粹 我二胡是不去二胡 我自己主通的 我们以前在廟 我们廟都在对上京 然后上京后的时候 我想说那很多的俗子 对不对 我说来教一个圣诞 圣诞台语都是差不多新闻作修 带出去人家 什么东西有 国家就没得到 国家就没得到 曾凤中表示 他有三个孙子就读复兴国校 他鼓励孙子学二胡 也认为一群孩子一起学更有乐趣 因此推动学校成立二胡社 由他来指导小朋友 为激发学习兴趣 他以规划要带社团成员 参加社区及庙会表演 给孩子表演的舞台 增加他们的成就感 评论新闻张云杨正义采访报道 给孩子表演的表演 了